我們現在施行的階段 在這個後車廂的部分 開了一個孔洞 待會要將模擬器的主體 來直接插到車外側 然後再做這個上膠 讓它防水的工作 後桶現在裝設 這個腳架也收換完畢 共有三個支撐點 再看到這個底盤下側 我們稍微看一下 開個燈 這是它的出口 聲浪出口就是在 左邊桶子的側邊 首先先看一下這個 JSR聲浪模擬器 它的調整旋鈕 我們製作在 駕駛座的左側處 前面的距離 說到上膨蓋 10度 1度 1度 2度 1度 1度 2度 2度 1度 2度 2度 1度 2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